诗篇第124篇 以色列人要说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 当人起来攻击我们 向我们发怒的时候 就把我们活活地吞了 那时 波涛必漫过我们 河水必淹没我们 狂傲的水必淹没我们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他没有把我们当野石 交给他们吞吃 我们好像雀鸟 从捕鸟人的网罗里逃脱 网罗破裂 我们逃脱了 我们得帮助 是在乎依靠造天地之 耶和华的名 我们得及到 去看 面图有个问题 的